那种兴奋的心情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 总之就是很开心 原来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台北过得太长的生活 我希望能够很随意地在家乡生活一下 实际地去感受一下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回到家乡来 因为那种兴奋的心情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 总之就是很开心 三年多前自己回来过一次 然后慢慢地感受一下 好像我爷爷可能是住在这里 他平常生活方式怎么样 我跟我父亲跟我爷爷 呼吸同样的空气 喝同样的水 吃同样的东西 你可以感受到他们曾经在这里 生长生活的那种 所有的那种点点滴滴 所以我就多听 想办法像一个推理的人一样 这些线索把它拼凑起来 看能不能拼凑一个比较 更完整的一个图像 我看着他们虽然我不认识 但我看着他们脸上的表情那些 我觉得有些地方很像我父亲 我小的时候我就常常看我父亲在假日的时候 他就会写毛笔字 就会画一些山水画这些的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我想那就是一种过日子吧 就是从小日子里面能够得到大幸福 那个就是我对我父亲的 我从小对他的一个感觉 就是他永远都是那么的 那么的知足 然后很满足于生活里面的一些 一些生活的小事节 原来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台北过着泰昌的生活 我从事漫画工作这么久 很想表达的就是人 我所有的创作的主题都是集中在人的身上 每一个人可以在漫画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影子 或者找到他熟悉的内在的自己 那我觉得那种就本身就是一种自愈 那漫画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自愈的功能 那这可能是别的那种艺术创作没有的 就是漫画本身是幽默的 那我常常觉得幽默是上天赐给人类最大的礼物 幽默是现代人最后一道防线 也是对抗这个无奈人生最好的一个武器了 我希望能够很随意的 很随意的在家乡生活一下 实际的去感受一下 就跟所有的平民老百姓一样 过过小日子 因为我觉得那个应该会让我跟我父亲 跟我爷爷更加接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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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